诶 陈老师好 习敏哥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陈老师一开始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 各位听众好 我是创新先生陈建民 我是一个平凡人 只是确实在努力做一些不平凡的事 《灵感制造机》这本书 是我多年来研究和心血所完成的书籍 关于如何产生灵感 如何创新 如何观察与想象力的书 那我本身是会跑闹钟和伸缩本拍的发明人 很幸运 有些作品在国内外的发明展上 有不错的成绩 在发明与创新这条路上走了20年 超过7000多个日子 那从中也有丰富的一些收获 和独特的领悟 想要借由这本书与各位分享 原来创新是有模式可以一循 灵感是有方法可以产生 那这既然是一本关于创新思考的书 我会在书中提问一些问题 让大家去想 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创新 书中偶尔会在段落 会穿插一些创新物语 这是关于自己 从过程中有哪些感动 领悟与体验的真理 缩短大家阅读摸索的时间 以及避免走入创新的陷阱 灵感普遍的认知是可遇而不可求 但是这本书要创造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让灵感变成可遇而可求 这本书要告诉您 如何打开诱脑的潜能 有技巧有方法的 让创新的灵感产生 好那接下来那个 陈老师来帮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要创新 那创新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是这样子 创新如果是对于上班族和学生的影响 如果我们是上班族发挥创新 可以让工作效率提升业绩提升 那如果是我们是创新 对创新有兴趣的人 发挥创新可以平反无期的 让平反无期的生活带来一些乐趣 如果我们是学生发挥创新 可以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那创新到底对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在求学的时候 因为我是明星工专电子科 然后现在是明星科技大学 毕业考的时候 我是最后一名毕业 发挥创新还加上一些努力 我是一个从三用电表都不会用的人 然后因为创新 让我变成上规公司的技术客服的主管 那我本身话其实看出来 我本身表达能力不是说很OK的人 那发挥创新加上努力 我是一直从一个业绩最不好的业务员 然后变成上市公司的业务主管 还有创新加上努力 我在于2007年第一次参加台北国际发明展的时候 那我首次参展的作品 《会跑闹钟》 还有《伸说不文拍》 成为当时在发明展上超过上千件作品里面 是获得最多的荣耀 还有最多媒体的报道 那发挥创新带给我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然后也曾经获得了一些奖项 包含令人瓦发明展的特别奖 还有台北国际发明展的金牌奖 还有台北市政府奖 也因此获选为全国优秀社会青年 陈老师先讲一下刚刚讲的那两个发明好不好 这个《会跑》的闹钟我们比较能够理解 因为有时候闹钟如果很容易拿到的话 你可能就会碎过头 因为太容易压了 所以你设计那个会跑来跑去的 让你到处去找对不对 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伸说不文拍》 然后它又有角度 是这样子 因为我本身是有20几项专利 那我的发明代表作就是会跑闹钟和《伸说不文拍》 有关会跑闹钟的话 是因为我本身是有赖床的 之前有赖床的习惯 后来的话 之前不是有那种闹钟有贪睡功能 那我按下去之后 它又一直叫 对一直叫 按下去又隔没多久的话 然后又叫 所以变成有时候一按的话 就按了两三次才起来 如果真的很累也是 即使你在贪睡也是有可能一直被按掉 对对对 后来我就想到说 如果是当我们起床的时候 闹钟找不到 对闹钟如果是它可以不规则的 在地上乱跑乱滚 是不是我们就要起来去追它 对对对对 那在追的过程的话 其实就自然而然潜意识就醒来了 这就是会跑闹钟一个由来 伸缩不文拍是这样子 伸缩不文拍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家里蚊子还蛮多的 那一般我打蚊子 如果是蚊子跑到一些天花板 或者一些高处的地方 打不到 对我都要 我之前的话我都是拿着骰着垫子 然后拿着抹布去丢它 然后注意看蚊子 飞下来再去垫 对对对 再用一般的垫文拍去垫它 后来的话我想说如果是结构 伸缩不文拍结构稍微做一些改良 多一些那个伸缩感 还有多那个折叠的功能 转角 对对对 转角功能 就可以很容易达到一些高处的一些蚊虫了 所以这就是有关于伸缩不文拍的一些优来 对而且它停在天花板上有时候是静态反而很好垫 但是你就是工具不足的话你就垫不到 等它飞下来乱飞的时候你又不好抓 是是是 所以好那接下来陈老师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发明跟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一些发明的话像是那个 因为我之前是做安控系统 对然后安控系统的话就有一次是这样子 就是说老板就打电话过来说 诶诶诚先我这边招小偷了怎么办 那我想说诶没关系啊 主机的话我们有装所谓的监视主机 那后来发现说现在小偷蛮聪明 会沿着那个线路这样子找到主机 后来他就是直接把整个主机搬走 拆走 对对对后来的话我想说如果是小偷要搬走那个过程 就是因为他一定会做断电的处理 那如果断电的时候这主机本身会发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鸣声 对所以就是会把小偷吓跑 对对对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发明这个小偷把你的主机搬走 即使你这个主机有录到小偷也没用 因为都存在影碟里整台被搬走 是是 所以当他那听到非常大的一个声音他会吓到 他已经丢到机器赶快跑 对对对是是这样子一个由来 所以里面就可以有那个这个小偷的影像就对 是是那也因为这样子后获得那个台北国剧展的一个金牌奖 嗯 而接下来陈老师我们来聊这个创新创意发明 他们跟灵感到底有什么关系 哦是这样子 如果是回想自己的发明过程 光是一个要找到一个好的灵感的时候 可能就要花上一个很久的一个时间 嗯 那像我那个伸缩不能拍的例子的话 可能就是花了四年时间才有那个这样的一个灵感 那如果是在于说那个会跑闹钟 我也是花了六年时间才有这个灵感 那举例来说好了 属于恩的超不年的那便利贴 嗯 那个超不年的浇水 那时候如何去用 他们属于恩公司也是用了四年的时间 才知道说原来和便条纸结合在一起 可以就创造一个便利贴出来 嗯 所以我我觉得是灵感 维基百科是这样子形容的 维基百科是说 灵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经验 然后联想而成的一个创造性思维的一个活动 那灵感通常是可遇而不可求 那我是这样子觉得 我是觉得是说灵感为什么可遇而不可求 我的研究发现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灵感呢 在大脑里面是经过一个复杂的一个运作 有时候需要用到左脑的理性思考 像是分析啊 或者是一些推理这方面 那如果有时候又要用到右脑的一些想象画面出来 所以变成说灵感 让大家觉得是可遇而不可求 只是在这段时间的话 我是想说创造一个 就是这本书 其实就是要告诉各位读者 灵感其实是有方法可以产生的 是这样子 是可以透过训练就对 对对是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 如何踏出这个创新的第一步好不好 好 如果踏出创新的第一步 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 我们需要具备创新的心态和技巧 其实都是一样的重要 那我们需要 需要创新的一个心态 我那时候把它编制成一个故事 我这个故事叫做 那个创新思考之奇幻旅行 那再来的话就是 故事里面的话 其实会有遇到 我们会遇到一些关卡 像是知识河流啊 或者是限制和创业图示 其实每个关卡的话 都是代表说 我们每个创新需要去突破的一个心态 所以变成就是用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是要有一个好的创新思考 其实先要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创新的心态 然后再去研究创新的一个技巧 创新如果是我们是企业的领导人 可能知道 我们可能知道是说 创新对公司来说经营是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是企业的员工 也可能知道说 创新对于工作的提升很重要 那我们是学生的话 也可能知道说 创新对于课业是很重要 我们渴望像 苹果电脑创办人贾博士一样 拥有一个创新的脑袋 那我是这样子觉得 其实在这本书上的话 有一个有一段 开头有一个故事的话 就是说与创新大师喝茶 那与创新大师喝茶的话 就是您可以想象 如果是您在读这本书的话 您可以想象 您就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角 对一个主角 然后你一开始的话 可能就是背着一个行李 然后就是走了三天三夜 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 叫做创新大师 然后向他请教说 您的来意 后来话就是创新大师 就请您坐下来 然后帮您倒茶 然后后来话您发觉说 奇怪 茶杯都已经满了 那你就紧满和大师说 大师大师已经 那个茶已经满了 不要再倒了 对对对 随后随后大师的话就说 嗯不错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察觉 求知就是先需要 尽空心中的茶杯 不然什么东西也都装不进来 所以求知 在创新思考里面 忘信和记性是一样的重要 如果没有忘记的人力 你会对与任何问题 会有一个准备好一个标准答案 这样子就很难有一个 创新的一个想法产生 接下来我们来讲书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关于创新思考保障图里面 有讲到如何活用所学的知识 来跟我们讲这个保障图 其实创新保障图的话 就是类似是这样子 中间的话您会去 也就会经过一些关卡 像是知识河流啊 限制河创业图思这些关卡 然后最后 其实每道关卡的话 就是代表说 您需要克服了创新的一个心态 那最后话终于拿到一个保障 保障的话 里面就是有关创新的技巧在里面 首先您可以想象 您是故事中的主人 那走着走着 来到了创新思考保障图的第一站 叫做知识河流 然后你往河流一看 会觉得是说 有很多的一些文字啊 数字在流动 包含之前所学的一些管理学 行销学或者产品设计之类的 这让我们领悟到一件事情 就是从小到大 我们可能是学了很多 看了很多 只是发觉是说 满脑都是知识 如果是没有把它用出来 其实这些知识 就等于是 就是会慢慢的一些死去 就是会慢慢弯掉 那教育上 在我们的一般的教育上 我们都会学生 都一般都是比较被动的 去面对知识 就是老师教什么 那我们就学生 就是学习到什么 所以大部分就是教育 在教我们是如何去用左脑 去用左脑去思考 去分析理解一些事情 那如何活用所学的一些知识 有一个技巧 就是主动的去重新思考 问题和答案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这样子 好那到底怎么样思考 如何去思考问题和答案之间的一个关系 例如我之前的发明作品 伸缩补文拍来说 伸缩补文拍 从旧的答案去找新的问题 再从所谓旧的答案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电纹拍 电纹拍的主要功能是做什么 就是电极蚊虫嘛 对 但是新的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说市面上的电纹拍这么多 这是当时 当时市面上蚊拍很多 就是没有一款可以 很容易达到高处 或者天花板上的蚊虫 这就是所谓的新的问题 那接下来再从新的问题 去创造出新的答案 新的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将电纹拍的结构加以改良 就是除了将电网和握把之间 多一个伸缩感的一个功能 再来电网和伸缩感的结合处 可以增加一个折叠功能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达到一些 就是高处的一些蚊虫 所以如何重新思考问题和答案之间的关系 就是从旧的答案去找到新的问题 然后再从新的问题去创造新的答案出来 好 然后这个创新思考保障图到了第三站 就有一个所谓的创意吐司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创意吐司 那如何寻找更多的一个答案 是 好 这有关于说创意吐司这方面 就是我们 这故事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是 您是里面的一个主角 您走了一段时间后 来到一间小小面包店 然后店面里写着一个大大四个字 就是创意吐司 那你当时肚子刚好有点饿 然后买一条吐司来吃 吃着突然有个领悟 就是从小到大教育 就是教我们去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只是在创新思考 创新技巧里面 我们反而是要寻找第二个正确答案 那相反的 在创新的路上 如果我们就只有一个想法 或者一个答案 是非常的危险的 这方面是非常危险 那如何去寻找更多的答案 像爱因斯坦他曾经有说过 就是提出一个问题 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加的重要 那爱因斯坦或许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问一个好问题是很重要 那寻找更多答案的技巧 就是改变问问题他的用字 例如来说 我那时候的发明会跑的闹钟 会跑闹钟 一般闹钟是不是时间到了设定之后化 然后就是他会发出一个响声 那我们在就是冠病绕您 然后就是起来 那如果我那时候我问问题的用字 如果当时我是问说 闹钟要改成什么样的铃声才好呢 那当时只要改成什么 鸟叫声 惊吓声或者一些什么 或者更尖锐的声音 对对对是这样子 只是这样子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答案就会局限在于声音 闹铃的声音 所以等于是提出问题 如果是错的话答案就错了 对对对就是问问题的方法 所以就是改变问问题的用字 所以我那时候改变问问题的用字 我是这样子问我自己 就是说闹钟时间 他设定的时间 他想的时候 那闹钟他会做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闹钟的话他才会 就是会有就是在地上乱滚乱跑 甚至有一个闹钟的话叫做拼图闹钟 拼图闹钟就是说 闹钟时间设定时间一到 那他的拼图就会往四面散开 我们要把拼图再把它册回去 闹钟才会关起来 哦 增加难度就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我想那下次也可以发明一个这个密码闹钟 你一定要按一组数字 按完闹钟才会停 像就是不是像这个按一下就停掉那么简单 是是是 好那接下来讲讲这个 从灵感的这个产生一直到创新的实现 我们这个身为这个发明人 我们需要扮演哪一些角色 我有自创的一套 就是可以有步骤的产生灵感及实现创新的方法 那我取名叫做角色扮演法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创新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扮演就是一些角色 这角色有包含说侦探 那还有包含说 有包含侦探 还有包含说抽象化大师 对 还有包含裁判 对 还有包含神鬼战士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要去负责 而且他们会有依序来做出场 那在侦探里面侦探要发挥的功能 侦探要发挥的功能 有时候需要用到右脑的观察和情感 有时候要用到左脑的推理和分析 如果在于抽象化大师 他要发挥的功能是用右脑的创造想象和画面 所以等于两个是左右脑的一个搭配就对 对 其实创新的话其实是 为什么我们觉得创新的灵感这么困难的话 其实就是有时候会用到左脑 有时候会用到右脑 那再来的话就是也会用到裁判这角色 裁判这角色的话就是 一般就是判断判断的话是用到我们的左脑 那左脑就是裁判这角色一般来说的话会比较 建议是在于说在抽象化大师还有那个侦探这角色出现之后他才出现 就是不要太早去否定那个点子 那最后就是有一个点子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神鬼战士去执行 其实点子永远都是点子而已 就空想而已 他就没有一个真正一个创新 那接下来陈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侦探要发挥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就侦探服务模式他曾经有告知那个华生说 你确实看了只是你没有观察 两者之间的话其实是差别很大 就看和观察其实是两码事 所谓看是这样子 有意思的看就是对人事物的记忆或理解 这叫做看 那如果是观察是这样子 观察的话是可以 他是看了人事物之后他会有所察觉 他会察觉是说 这有就是人事物有哪里的一些不同处 或者是说可以改变处 这就是观察 好 然后接下来观察到底要观察什么 观察是这样子 如果是在于 那个服务模式侦探这里的话 他最主要是要观察问题 就是要观察一个问题 那人们 人们想 会想要去发明或者创新 大部分都是看到生活中有出现了某一个问题 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说我们真的是没有问题 或者是不去面对问题的时候 大部分人就不会去仔细去观察这件事情 那有时候我会觉得是说问题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根源 问题是创新的一个关键 那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是决定什么样的创新出来 找到一个好的问题 问一个好的问题 往往会影响到整个创新的一个结果 好 那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如何将想象力找回来 就是关于这个艺术大师的部分 有关于这艺术大师毕卡索这部分 毕卡索他曾经他说过 他说他在他小时候的时候 他已经画得像那个大师拉菲尔一样 只是他却用一生的时间学习 如何画得像小孩子的作画一样 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人们会好奇说 为什么长大之后 那个创新能力反而是越来的去越减弱 对其实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 然后会被社会的一些或者职场 一些限制所局限到 就是思考会将越来越僵化 那有意想象是这样子 就是想象化如果是说有意义的想象 是将观察之后的事物 就是福尔摩斯这部分 他观察之后 然后我们必须要问自己 如果这样会怎样呢 就是要如果这样会怎样呢 其实这样子问就是相对就是有那个想象力的一个产生出来 这是有关于说有意义的一个就是想象 那爱因斯坦他也曾经说过就是想象力比知识还要更加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那想象力可以充造一些无限可能是这样子 那想象力要发挥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技巧 想象力发挥的技巧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如果是 我们的想象力是如何发挥出来 经过研究发现了我是觉得是说想象力其实是有技巧发挥 像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话要问自己如果这样会怎样 那寻找因为画家画是不是需要材料需要一些一些素材 所以就是要寻找素材和颜料让自己进入到想象世界 让我们的右脑去寻找素材 那还有包含去寻找颜料 其实颜料就是就是有关于说事物如何去变 就是有关事物如果是说这东西变大会怎样变小会怎样 或者分解会怎样是有关于这样子就是如果去改变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些比较具体的步骤好不好 创新到底有哪一些步骤 是创新其实是有是有步骤可以产生 这是一般书籍的话是没有谈到的 在在我书上的一个第三章里面会谈到说 有关于说角色扮演法角色扮演法就是说 从灵感的浮化到创新的一些实现 在这创新过程里面的话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我们需要扮演侦探啊 然后那个抽象花大师啊 然后还有一些还有那个裁判生鬼战士之类的 那这四种角色那创新他是有步骤的 他是有步骤在我们发现创新 经过长期的研究的话 我发现创新他的步骤的话 就是在这四种角色里面的话 我们是各自要发挥他们的功能 或者要去做一些工作 那我将这些步骤取名叫做灵感实现流程图 就是无论是贾博士的一些创新行销啊 或者是可可乐的诞生 或者是回转授施的一些发明 或者是黄色小鸭的放大版的一个展示 很多很多的成功的创新 或者是发明他们都有相同的一个步骤 那这些步骤整理出来 会让有兴趣或者是想要寻找创新灵感的人 不会再是一件可遇而不渴求的事了 好 接下来陈老师讲一下 你为什么会走向发明这条路 个人我是这样子觉得 就是上天其实都会赋予我们 属于我们自己的天赋和使命 那我本身的话我是学校最后一名毕业 那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很多人也可以做到 那经常有时候会听到说 自己没有天赋啊 或者是没有梦想 然后人生平平淡淡就好 梦想是虚幻不切实际 那面对事实 只是有时候每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心里都会浮现一些疑问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生没有梦想 那内心会不会觉得是说 比较空荡比较虚吗 所以天赋创新梦想这三个关联 我是这样子觉得就是说 首先的话我们先要去寻找自己的天赋 然后再去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 因为我觉得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有创新的能力 而是说要如何去发挥出来 然后才有机会去达到心中的一个梦想 那我是觉得是说 每个人其实在这 我相信每个人在世上的话 上天都会赋予属于自己的天赋 对 那但是天赋要从哪里去找呢 其实我的方法的话 我是回顾我的小时候 我用回顾小时候的方法去找起 因为回顾小时候 如果是我们想要发挥天赋 然后达到梦想 然后就是必须要认识自己 对 然后排除心中的一些恐惧 这样子 是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讲发明第一步 到底要怎么开始 我那时候是走向发明创新这条路 只是一开始的话我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发明到底要从而开始 那因为发明这件事的话 学校也没有教 然后又翻 我那时候去图书馆又翻了很多的资料 又没有这些资料 就说告诉我说 发明到底是要从而开始 后来我就顶多 他们就是一般书籍的话 顶多都是在写发明家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说专利如何去撰写 这样子 没有一个就是说发明如何去产生出来 那后来我是这样子 我就是去看了这些发明家的一些故事 然后去慢慢的去揣测说 发明家他们的去如何去思考 如何去蹦出这个点子出来 接下来讲一下教育 教育的创新怎么开始 教育的创新的话 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就是教育需要有创新思考这一门课 有需要这一门课 然后培育出专业创新的人才 让学生们去了解说 创新其实对企业的一些影响 那还有包含说如何运用在各个产业 如何用在于产品设计的创新 或者是业务行销的创新 那学校大部分课程 都是在教学生去如何去用左脑思考 对 那这些左脑后包含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逻辑分析 或者判断力的一些事情 只是发挥想象力 还有洞察力 还有一些创新创造的一些能力 其实是藏在于我们的右脑 对 所以就是创新的技巧 就是要如何去活用左右脑 是这样子 好 那这本书的完成 有没有特别对哪些人想要说一些话 是 这本书既然是一个创新的书的话 其实我用创新的一些做法 就是我邀请了许多的好友 帮我写一些推荐序或者推荐语 那从中也认识到 也因为这本书 然后也认识到餐饮业的龙头 就是王品集团的创办人戴胜仪先生 也很乐意的帮我写这个推荐序 对 那也认识了全球第六大的家具大王的创办人 谢正德先生 也是因为这一些这本书 然后认识了这一些就是蛮 我觉得是说在社会上 地位上蛮高的一些人 对 然后再来的话也是因为说 这本书同时间也是要感谢 就是我目前老板就是 台湾爱迪生创意股份游试验公司的总裁 邓宏吉先生 还有一些台湾发明协会的理事长 陈仲台先生 还有国际创新发明联盟的总会长 吴国俊先生 还有就是一些我的一些好朋友 包含一些群州电子的一些总经理 来孔宪城或者是文山特教的一些家长会会长 梁作娟会长 还有非常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人 还有旭东网路符伦社的一些社长还有社友 然后最主要话其实我也是要感谢我的父母 其实他是就是用一个很支持的一个心态 让我就是可以让我在重新发明这条路的话 一走就是走了20年这样子 最后有没有一些话想要对听众朋友做一些补充 或者是做一些提醒 是 灵感制造机 这本书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是就是如何去用观察力 还有想象力 然后制造灵感 产生创新点子的书 那我将创新所需要的心态 就是整理成一个故事 叫做那个创新思考之奇幻旅行 在这里面 那创新的技巧 用一个秘籍 叫做那个角色扮演法 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我们需要扮演哪些角色 那我想将这两个故事 其实我想要将这两个故事拍成电影 让人们从看电影里面 就是会懂得说 原来创新发明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而且就是说 我觉得台湾是需要创新 台湾是需要创新的 那在此也呼吁观众 如果是说 您如果是对于说 这本书的剧情内容 就是灵感制造机 这本书的内容 如果是有兴趣想要合作 或者是说 你有认识的一些导演 有兴趣想要合作 欢迎和我联络 那我的FB 是请搜寻创新新生 谢谢各位 请搜寻创新生